另外在台东北南京乡 28号是金船一起意外 一名书信女老师带着10名高中生 到三元湾的海水浴场游玩 没想到在过程当中 一名未穿救生衣的 17岁理性少年被海浪卷走 而经过了搜救人员的搜救 一天之后 1号找到了遗体 家属是悲痛万分 台东一名17岁理性少年 昨天在师长的带领下 来到山源湾溪水 却意外被浪冲走失踪 消防空情和海巡人员 发动陆海空搜救 把握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1号上午台东县水中运动训练协会 也加入搜救行列 进行水下探寻 要向北这边找 因为那边有岩石 要找岩石的那一区块 经过近两小时的搜寻 1号上午11点左右 水巡协会人员在失踪地点略北边 离岸约100公尺的海面下 发现了少年遗体 家属接获通知后 到场确认身份 而少年被发现时 已经明显死亡 家属悲痛万分 有家属执任无误 后续以往台东殡仪馆办相宴 针对意外事件 台东县政府 赵官处也发信号告表示 山元湾海水浴场 安全维护措施 尚未完善之前 呼吁民众切勿细水 下海游泳 在岸边游泳的民众 也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记得小家会 被您的相报道